好的各位觀眾 歡迎回來收看2022 DreamHack 瓦人希雅 來到的是八強的第三個Mage 用Nib對上的是Creator 雙方第三地圖是先來到了Cosmic地圖的右下角 藍色的神圖拳手是TeamQB戰隊 韓國的藍色神族Creator 地圖的左上角紅色的 這是我們Nib 這個神打神啊真的是不好說啊 所有人都預測五五開 真的是誰贏也不奇怪 但是我反正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我要關盤了 我要關盤了 而且為什麼到底是怎樣 56%的人總共16.6萬的給我兔幣下了槌桌子 23個人下槌桌子 我跟你講我不管喔 我要把盤關喔 因為比賽已經開始了喔 呵呵呵 好結束投票 好來看一下這一場 這一個神打神的波五阿 準備海嘯 恩 真的耶 這樣如果下分數贏的人 然後他沒有槌桌 那真的是 那真的是削翻耶 這等於說可能比較 多的機會對不對 奎特贏了 哇那這個 真的是 超級大海嘯 直接學爛 GSO都槌了 恩 不好說 不好說 的確啦 的確啦 他槌桌子的機會 看起來是 是有一定的機率擺在那裡的 喔這邊直接 封偵查 奎特用一個 電池堵住了 Nib上來偵查的工兵 兩隻追獵完 是直接出了兩個哨兵 看來要直接來開礦 喔沒有問題 礦直接放下去 然後 左上角 Nib這裡 是先一個星際之門 EBS開 但是後續也是跟著一起開礦 主要是這張地圖 COSMIC也是 相對而言 稍微 也就沒有那麼近 的地圖 後續 奎特打算先把VC線的科技給提起來 正面最強 CREATOR 其實這陣子 其實也很 很久沒有看到 Nib有比較 好的成績了 這一次今年的這一度 瓦倫西亞 Nib也是 戰傷了八強 能不能繼續 挺進 就要看這個關鍵的波舞 問一下如果還沒有打完 假設第一場完了 就錘還是 哭了就直接結束 嗯我想一下啊 如果 如果錘了 但沒有哭 應該還要等 對 如果 哭了 如果第一場打完 就哭了 那這個盤就直接結束了 哈哈哈哈 第一場就哭了 那這個盤就直接收了 嗯 那如果先錘 先錘還不會收 先錘還是要等 這個訪問 如果真的有訪問啦 訪問完 結束 看看他會不會哭 才收盤 欸我們這樣會不會很快啊 我們這樣一直在 把別人的對不對 真信心拿來當做 自己的消遣 太壞了 哇這邊兩隻先知劍 原地的前期四個必死開局 出到兩隻先知劍 來戳一圈戳六隻公兵 魁者是 小虧啊 小虧小虧 主要是這兩隻先知劍都沒有掉 所以 呃等下還有機會再回來再戳個一圈 雖然 魁者的礦區是比你們快 但是都快了那麼一點點而已 還是我們本來就是個消費台 這裡就消費台 你這樣子說 我好像也沒有什麼反駁的餘地 平常都消費自己家的選手 難得可以消費別人 是不是 呵呵呵 不消費就混不下去了 歐尼姆在後面VC 產線科技也跟著提 後面甚至還放了這個引刀塔 這引刀塔也是要找個機會啊 看能不能砍到Creator 家裡面的東西 但Creator家裡面 後面也是跟著放了VR 等一下還是會觸小眼睛 這邊幻象鳳凰進去繞一圈 應該有機會可以看到這個DT 有機會嗎 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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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懂 沒有問題 立場做切割 這邊是個雙線 進來又出了三隻公兵 想給Greator三框壓力喔 好刷了兩把引刀 但Creator這邊OB也在加速 但這邊可能還是要考一下Creator對於多線的防守上面 今天執行的 執行的夠不夠精確 三框這邊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引刀剛好直接走來正面 來砍弓兵 那兩把刀都直接走正面 葵特這邊已經是有OB的喔 如果兩把刀都走不了的話就很尷尬喔 來了OB來了 直接第一時間點引刀 把引刀給點掉開啟超級電池 哇這個兩把刀是 完全不賺的啊 完全不賺 後續的科技來看一下 Creator在後面提了衝鋒 然後壓了不朽者 攻防是稍微慢了一點 那利本這邊還是以一個大量的閃現追劣為主體啊 欸Creator走的有點外面喔 現在追劣數量是輸的喔 這邊已經被換掉兩隻追劣了 有點虧有點虧 這邊剛剛又有一個起火把Creator的追劣又打死了一隻 整體死了三隻的追劣者 還能接受啦 虧是虧了 但是就是 這點程度還不足以 不足以就是打破這個平衡 因為Creator後面 不朽是接著一個一個的在續啊 哎唷 大難不死 大難不死 那Creator這邊則是 自己也放了一個DT 欸等一下 這個神打神啊其實很容易在中期了 終究是要靠這個DT來進行一個多線的騷擾 才比較有機會打到一些防禦上面的漏洞 才比較有機會打到一些防禦上面的漏洞 那待會在NIP有獵光球的情況 Creator這邊正面則是反而有點尷尬 我自己也要出獵光球 但數量上面可能會 少這邊很多 因為進度這邊可以說是嚴重落後 對Creator來講現在 也沒辦法A 老實講 縱使有這個不球優勢 但其實A過去對面的球都已經出來了 哎呀這引到怎麼去看水晶塔了 好把水晶塔給砍爆 好等一下就要來玩躲避球了 誰的球 丟得比較厲害 有取決於誰能夠掌控 這一場的生意 但是NIP是先發智人 先發智人 來到了Creator的四況 奎德這邊要守住這一波有點困難 因為主要是這邊是沒有超級電池的 兩隻不球硬身倒地自己的球 目前還在VR裡面 後面要用狂戰士的衝鋒來進行一個包夾 砍球砍球 這邊球全部都是進入CD 是沒有辦法炸的 奎德追了出來 想盡辦法看能留下NIP多少的部隊 喔好 雖然七神叫自己兩隻不球 但其實也有換掉對面的東西 沒事沒事那這樣子 釋況還是成功的 過度出來了 在布球爆炸的情況 等下就是變成真的 閃追待球 互丟 引刀到處走 這邊是NIP的引刀 來到了Creator六點鐘的礦區 但是NIP有帶OB Creator這OB還沒有到位 引刀砍引刀 很尷尬很尷尬 水晶打停電了 這邊Creator能不能分一隻OB出來呢 有OB來了 兩邊都有閃線 閃線追閃線 但是正面的球 Creator有反應 直接跳走 換Creator什麼時候把這個球往前丟 對面NIP這邊有四顆球 Creator正面只有三顆 先砸出去 有反應有反應 兩邊都有掌握到 但是現在位置有點尷尬 炸了一發大的 但是所有的球都被換掉了 開啟超級電池 但是因為對面的追雷霜太多 直接集火了情況底下 球根本就扛不住這個傷害 上去硬點 奎德點得很精準 再點一個 一發球都沒有炸出來 這邊所有的部隊亂戰成一團啊 狂戰跟了上去 這邊NIP的部隊好像要全部死光喔 奎德藉由這個正面最強的威力 集火都非常的精準 讓NIP的烈光球毫無用武之地啊 欸這個球 有賭掉有賭掉 這邊就換Creator 要把對面的礦局給端掉了 至於後面兩個球都跟了上來 好這邊上去 就開始直接硬點烈光球 狂戰士跟了上去 讓NIP的操作空間越來越小 兩顆炸上去 什麼都沒有炸到 NIP這邊有一顆 Creator第一時間跳走 主要是NIP這邊還有超級電池的掩護啊 Creator要這麼莽撞的直接按在人家的臉上A嗎 有點過分有點過分 有點太過分了 我是覺得有點太過分了 這邊吃引刀 好這個球 哇被炸的很多啊 Creator後面也跟了兩顆球 同樣也是炸到NIP的部隊 兩邊現在互相撕殺 但我是覺得Creator這一波送的有一點多 部隊有點打得太極了一點 第一波上去打流出NIP的部隊 我覺得那一波其實是超級賺 但是 第二波 想要 呃 趁勝追擊去賺NIP的東西 就好像有點 太 太硬要太多了 這邊Creator要去左下角開黃金礦嗎 看起來是喔 這個機會看看能不能把這個黃金礦給開出來 NIP這邊要重新把這個五礦給蓋了回去 黃金礦 NIP的球很多啊 這個球的數量已經不是跳上臉上 然後一顆一顆去點這麼簡單的事情了 我這邊抓一顆 可以反應很快 那還有五顆等著你啊 來 NIP這邊 進化光球 欸 這邊Creator都只炸到一兩隻追劣而已 好多球啊 6顆 6顆 NIP這邊有6顆球 這邊還是一個非常劍拔弩傷的局面啊 對Creator來說 部隊數量其實是有咬住的 但就是 這個球 這個球 這個球的操作 這個球的操作 真的是要超級小心 PVP就是一個不留神 整坨都沒了 來 這邊Creator三攻要好了 那現在最關鍵的是 怎麼樣去 呃 Creator在防守上要怎麼樣去限制到NIP的烈光球 因為對炸的話 我是覺得應該是很難真的炸到什麼東西啊 開一些超級電池 後面不知道什麼 又有一波 狂戰士 啊 因為Creator的黃金礦開在了下面這邊 Creator跳上去吃兩顆球 那NIP這邊球還有很多 啊 Creator一個走位失誤送了一顆 欸 NIP這邊 因為Creator長驅直入了 他直接回到家裡面來做防守 沒有時間去拆那個黃金礦 剛剛Creator好像是死了很多很多的狂戰士了 所以人口目前有點低落 來 再炸出來 引導好像也是加入了戰局 頭上有OB嗎 頭上好像有OB 齁欸 正面的這顆球 跳了過去 這邊Creator要硬點 啊還是被炸了很多 不行不行 Creator這個正面快不行了 這邊死光光了 兵蓄不出來 就算有黃金礦在採 但是剛剛一來一回的正面損耗 對他來講已經有點 扛不太住了 把烈光球載起來 冷靜掉了 這邊NIP這邊還有三顆球 扛不行啊 Creator扛不住啦 他是露出一抹詭異的微笑嗎 大家所有的專注力都放在 右下角的小畫面上面 贏不贏已經不是重點了 重點是Creator到底會做出什麼樣的情緒反應 抿了抿嘴 這局面已經進入 非常大非常大的烈勢 再一顆烈光球 差一點就把對面的球給炸光了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 哎呀 NIP這個閃現追烈也是運用得非常的到位啊 這邊再次開啟超級電池 是Creator這邊 但是部隊已經沒有任何輸出的情況底下 這一局 應該終究還是要由NIP所拿下 跳進礦區 開始瘋狂的屠殺工兵 Creator剩下57人口喔 沒有任何 FUNSO的餘地 這邊打出了 了 脾氣 準備大部正前 對 RF 修 Blow 大家很緊張欸 大家緊張一點不是 大家緊張一點不是球來丟來丟去很緊張 大家緊張點是那個手到底是用力的垂下去了沒 哈哈笑死 吃個東西緩和一下情緒我跟你講 奎德今天是有備而來 其實這場前面 奎德已經算是防守得很好 尤其是中間這一波 點的非常的準 把對面所有的烈光球都給吃掉 然後吃掉大量的追獵者 但我猜也就是因為他覺得自己優勢真的太大了 吃掉對面這麼一半的部隊 然後所以他就 非常急於去 不管是蹭掉蛇頂的空區 他還想要直接一口氣拿下這場比賽 但在沒有點到對面超級電蛇的情況底下 然後部隊又形成一個超級大混戰 其實自己的戰損反而是沒有到 那麼的好看 可惜了 可惜了 把槌桌子的力量 轉到咬河上 好來到雙方的第二局 張地主是來到Tropico 首先地主左下角 這邊欠中方向紅色的 升族 到時候 一走 一走 二 八 十 八 四 這件事各位都是在敲碗敲桌啊 敲桌敲桌 我是覺得 除非到萬不得已對不對 怒疾攻心 神打神要讓他敲桌 知道欸 兩個P中就有一個要敲桌子的 踢桌子算嗎 踢桌子是什麼個踢吧 你說坐著然後直接把腳呈現一個 呈現一個什麼姿勢 還是你是只站起來然後踹一下桌子這樣 他哪次沒有怒疾攻心 你要這樣講也沒有錯 垂桌有精華嗎 欸這個時候就要推薦大家對不對 你想要看什麼精華加入Discord Discord 剛好上次撿了一個 撿了一個好不好 也是歡迎平常大家如果有什麼精華 可以直接放在Discord上面 讓大家欣賞欣賞 欣賞欣賞 欣賞欣賞 慢慢收集一下 我跟你講很多阿 敲桌的絕對不是只有Creator一個阿 他不是第一個 他也不會是最後一個阿 欸 最早期你那個Discord頻道 往前翻就有一個 我記得好像是PT Drago吧 PT Drago 他也在那個WCS捶了一次 哇那個滑鼠直接飛起來 他捶了那個力道直接要滑鼠跳起來 好前面 前面Creator是干擾一下Nib的開礦喔 然後 欸兩邊都是一個VS的開局 喔但是這邊看起來Creator有一個 部隊上的優勢嗎 有點尷尬 這邊被限制戳到沒血了 哇 然後限制還回去了 哇 哇 我怎麼覺得他剛剛不要去抬那個追劣 是不是比較好的選擇阿 他抬那個追劣然後讓鳳凰自己反而是沒有任何輸出的耶 嗯 他如果不要抬然後追劣 印A 然後鳳凰去A先之劍看起來好像 應該是比較好的結果吧 這邊 這邊 還可以看到 兩邊進入到對爆鳳凰的階段嗎 第一天我們就有看過那個 TRIGGER打DNS是不是 兩個飛函的神主 是進入到 多VS超級爆鳳凰 純空軍對打 欸這局面 那我覺得這兩個人應該 比較難是 純鳳凰去對拚吧 欸 剛地板好像把鳳凰給取消掉 他直接走回一個閃線追劣 走回頭出閃追 然後前面 Creator這四隻鳳凰應該往前 看看能不能去賺點東西阿 看台公兵硬做偵查都可以 他還想辦法想去找外面 是不是有先知見 如果能夠找到的話 把那兩隻先知吃了 那他也是賺了 有看到嗎 在這裡找到了 發出了號角聲音 但是其實這個距離 離Nipper家裡還算近 好像會掉一隻先知見喔 會掉嗎 印尺 可以可以可以 抓到先知就還是有賺 好 還抓了一隻原本要開三框的工兵 可以喔 這鳳凰王在這個階段 在對面追劣數量不夠多的情況 這三框還是個非常非常好去做控圖 以及騷擾的手段 抬了四隻工兵 這邊還在殺五個六個 自己的三框開起來 但自己的三框有把他守住嗎 為什麼這邊二框門口沒有電池 好像有那麼一點危險 鳳凰還在外面 有辦法recall回來嗎 竹凰這邊有電池 所以先知見 其實沒辦法去做到什麼太大的傷害 但是回過頭來戳光 那問題就大了 事情就大條了 鳳凰你到底要不要回來 家裡快沒了捏 來來來來來 抬一隻 剩下recall 哇 這樣子 奎特把剛剛騷擾的東西 全部都一口氣吐回去了 死了 弓兵數還比對面多 然後還多死了兩隻追劣者 我剛剛真的有一剎那為他的桌子感到擔心了 忘了說 前面都已經 打到不少的東西 結果直接被人家一波正面給捅穿 也太令人 法指了吧 法指 還有自己三框是還在啦 自己三框還是比對面快一點 所以弓兵數上面這邊是有咬著的 但現在奎特需要的就是 防守啊 真的是需要防守 因為對面追劣數量很多 所以等下正面真的A起來 奎特可能會非常的危險 如果在沒有超級電池的掩護之下 這邊直接跳臉了 約Nib也發現對面的追劣數量 比自己少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這邊靠在了三框的地方 這電池還沒有好 電池快好了 電池一好 開啟的超級電池還沒開 現在Nib就是用自己追劣數量的優勢喔 來側動兩邊的攻勢 以下打三框以下打二框 讓奎特這邊壓力非常的大 又賺兩隻攻兵 奎特現在有一點危急啊 還要等不朽出來 等這個不朽出來 也有很可能被這個追劣一輪直接秒殺 繼續刷兵繼續刷兵 一隻不朽出來 好 第二隻不朽也要加速嗎 妹兵一補起來 這邊想要吃 鳳凰先抬了兩隻追劣者 你把這邊 率先先選擇撤退了 來開四框 奎特衝鋒是升得比較快的 等一下看有沒有機會 看是要這個狂戰士多線 能不能打到Nib家裡面一點經濟啊 奎特這邊應該也是要把四框給點下去啊 看起來他是要點在了12點鐘的位置 還是這邊要先走一波 這邊要A這一波嗎 刷很多狂戰士喔 但是對面的一攻要好了耶 這一波真的A的下來嗎 看來奎特就是要A這一波了 16隻追劣15隻狂戰士 以及一隻不朽者 對面有兩顆白球啊 還是一攻的啊 我怎麼覺得 奎特不一定打得下來啊 再加上對面是主場作戰的一個情況 好往下走 人禁卡一個好位置 開始抓兵 但是上面手當其中 Cray在這邊部隊還要分散嗎 如果你是要打一波的話 你部隊還要分散 這邊有點尷尬喔 上面鳳凰拖延一下時間 不求者 有有有有有 尷尬這邊好像部隊死傷已經太慘重了 下半區域的部隊是全部被吃光的情況 反而是被一個分批擊破啊 哇 有點哪裡怪怪的 剛剛那個歐幣畫面也沒有帶到那個山礦 到底奎特打了多少的東西 然後 尷尬的超級電池到底是開了還是沒開 還覺得 畫面上的資訊有一點少 上面打的差不多 其實上半部 上半部雖然被鳳凰抬了一些 但是其實Nib的主力還在 但是我看好像是山礦的東西 被奎特吃光光了 沒關係看一下replay有沒有機會帶到 到底是什麼局面 這邊走上來嗎 奎特是贏了20人口的部隊 直接把電池點掉了沒有電池了 然後下面也沒有冰 哇那這樣子可能是Nib有點 太急了 可是上面這邊也沒有電池 後面有一個但是才剛好而已 我想說如果 知道奎特這是一個這麼匆忙的一波的話 他直接把這個礦氣了 但是這也很難講 白球被卡 那也是很關鍵 白球其實在那一波 絕對是一個超級重要的一個單位 因為這個白球就是針對 奎特大量的狂戰士 最重要的一個輸出 不斷的用這些大量的追劣 為自己賺到一點優勢 刺礦也先開 攻防其實也領先 科技其實也有 但被對面這個亡命的這一波 奎特後來被殺了之後 攻兵死了後來後面就沒補了 直接選擇打這一波 也是成功的執行這個戰術 把尼本直接撂倒 那這天 地圖是來到了 Inside and Out 地圖右上角 紅色的 戰術角手 是美國的 頭號種子 Nib 地圖組一下腳欠中 真是我們的CREATOR 雙方是1-1 贊成平手 還不夠長 怎麼可以 怎麼可以說不夠長 我以為找到PT抓狗那個 敲桌的畫面是不是 你們就 大家都趕快進來Discord嘛 然後 這樣我們可以好好的交流一下 你們所看到的對不對 敲桌精華 我們已經喪失了動物園的星星這麼多東西了 我們要重新累積消費別人的火力啊 交流 D7連結 D7連結你那個 頻道下面就有啦 頻道下面就有了 不然你打 你打 驚嘆號 幫你打驚嘆號藍兔 那個連結點進去也有啦 好不好 誠心建議各位好不好 Discord加起來 這樣我們轉播 我們轉播通知第一時間都會放上去啊 我已經有點懶得PO Facebook跟 跟IG了你知道嗎 因為 觸及真的是 有點難 慘不忍睹 然後我又沒有那麼多時間去做有的沒有的圖文 覺得啊 還在那邊POFB 拿他們浪費時間 有PO跟沒PO 878項 對不對 啊我們Discord直接有綁定那個轉播的行事力對不對 啊 一有比賽 全部都放在上面 啊有開台就有通知 躲戰 對不對 啊你還可以看到 NICE的精華 對不對 還有桌子 滑鼠飛起來的畫面 多麼多麼棒啊 啊你加LINE的好處是 最近GSO有台灣的轉播有辦一個活動啊 就是你加那個LINE群 可以來抽獎 也是條件非常簡單 門檻非常低啊 所以有興趣的大家就可以來 來參考一下 奶酥奶酥 沒錯奶酥奶酥 沒錯奶酥奶酥 喔 哇前期這crater的弓兵藏了這麼深啊 藏在這裡竟然還沒有被發現啊 都已經4分03秒了 一開始也是一個星際之門的開框開局啊 鳳凰帶先知找機會看他們打到東西 但是crater下面都有留墜裂 然後就先是打算升級這個閃現喔 很好奇如果被炸核彈的是crater會怎麼樣 那那個珠子肯定是會裂成兩半了吧 好奇特要刪開 前面也算是都非常的平穩啊 抽獎是在那個社群裡面嗎 就是LINE的那個社群啊 台灣星海社群的LINE那個公開社群 2022IEM世界冠軍是哪個世界線的 我們這個世界線 我們這個宇宙 不要點錯了 裡面都三關開起來 哇這個電池點在這個斜坡口上面啊 也是很聰明 因為 呃 葵特可能的確會利用現在這個位置喔 讓NIPER去難以做分兵啊 所以電池蓋在這個斜坡口的點這邊 哎呀吃了一隻不朽者 又吃了一隻哨兵 回了一個timing 用非常多的追獵不斷的吃對方便宜 已經超過那個超級電池能夠奶活的數量了 欸欸欸欸欸 下面被電了多少追獵我想看一下 喔四隻 那是四隻等一下應該有機會跳走 換了一隻不朽兩三隻追獵跟一個哨兵 就做交換吧 也沒有到特別狀 因為自己其實也是 死了蠻多的追獵 後面比你數量補起來 我們再一次用這個點位 想盡辦法去撐一點東西 對現在的追獵數量是足夠多的喔 和上一場NIPER有點像啊 大量的閃追在 呃神打神的前中期就是會有一個比較好的主動性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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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SS還多死兩隻追獵 這追獵感覺有點死多了 好自己先開實況 欸這也是 就是你通常掌握地圖控制權啊 主動權的一方 欸可以先做的事情 先把自己的框給擴張起來 歐比這邊看了一下 但NIPER這邊衝鋒已經要好囉 形成一個大量衝鋒狂 以及不朽白球的一個配兵 這種配兵就是回不了頭的 A上去是一路A到底 欸往上跳 這邊有個兄弟被 被留下來了 那奎特要直接來點這個礦區嗎 先把他電池給點掉 讓他沒有任何開超級電池的機會 好像要被迫形成一個幻家 哇 NIPER這邊來的又急又快 奎特分了一匹狂戰士 先去砍布球 就把布球盾給砍開了 但是二礦這邊岌岌可危 要換家要換家要換家 直接形成一個換家的局面 東西都不要了 那現在就是看誰猜得快了 這邊奎特思路還算清晰 先把對面能夠傳兵的所有水晶塔都給砍爆 不要把 不要讓NIPER也把剩下的錢花掉 傳出兵的機會 超級大 換家 然後工兵要記得先跑 有 但是NIPER的工兵好像跑得比較多 跑了一整個礦區的工兵走了 然後 罪列數量 Creator唯一的部隊是13隻 罪列搭配20隻狂戰士 還有1顆白球 然後NIPER這邊則是5隻 罪列2顆球跟2個不休者 還有20隻狂戰士 講道理 這2個不休者 看起來力大無窮 還有1隻鳳凰 好 但 換家這邊是有很多細節要去顧的 Creator這邊用光炮來拖一點時間 看能夠換你多少的部隊喔 其實直接打那個水晶塔不就好了嗎 好像有換到一些狂戰士吧 換了2隻狂戰士 但是這個礦還是不保 Creator直接把礦區點在了地圖的12點鐘 往外一甩 然後NIPER則是開在一個正常的位置 6點鐘還準備 找機會回來做營運 那 現在Creator唯一比較OK的地方是 他這個追列很多 所以 再來回遊走的情況 看看能不能賺到一些東西喔 用大量閃追的機動性的優勢 然後狂戰就去拆 狂戰去拆 然後追列拖時間去蹭 喔 兩隻不休爸爸搭配人進 那這個閃線追列還是要忌憚一點 好 狂戰趕快來拆 欸拆加大隊 把這個上面的都拆一拆吧 有沒有機會跳到那個人進 喔不行 NIPER頭上也是OB看得很清楚啊 但是對Creator來講現在的問題點是 NIPER開始採礦了 因為他的礦是開在了 正 礦區裡面 所以他是可以採集的 然後慢慢的 可以把 東西都給蓋回來 但Creator的問題點是 他的礦沒有蓋在礦蟲邊啊 所以 他沒有辦法營運 沒有辦法去造東西的 再加上他現在也沒有多餘的400塊 可以讓自己重新復甦 所以Creator有點像是在 慢性死亡 哎呦哎呦哎呦 怎麼破圖了 Creator漸進的凋零啊 好像有點拖不太住了 最烈要被砍光啦 有一群白癡8加9衝了上來 Creator看起來搖了搖頭 抿了抿嘴 Creator大勢不妙 好 事情大條啊 看到 Creator的星河在這邊 但其實NIP現在完全不用急啊 第一是他有一個礦賽營運 第二是 他的部隊現在也完全不遜色於Creator 這邊還留了兩隻墜裂 Creator的大量狂戰士衝了上去 這邊還有個白球在摸傷害 但是NIP的狂戰士也回頭來做幫忙 兩邊的冷靜都在瘋狂的操作 但是Creator部隊就是硬生生的 他比翼板還要少啊 虧的打出了 結局 看起來這一場輸了 還是有忍住啊 還是有忍住 還沒有怒疾攻心 各位再等等 還沒有敲 還沒有還沒有還沒有 他現在還可以去廁所休息一下對不對 緩和一下自己的情緒 你看 他現在不斷的在吃點東西 讓自己 消消氣 然後在這個2比1的情況下 我們中間也要稍微休息一下 平復一下情緒好不好 平復一下情緒各位 休息回來來看一下雙方的第四場比賽 再收看 由Creator對上Nib的八強下半部 正下半6點鐘 紅色神竹 這是Nib 不行啦 10秒太久了啦 這要逆到什麼時候 又不是Innovation 這個Nib已經夠長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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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1啊 非函的 希望 NA1 Nib 究竟能不能 擊敗Creator 繼續往準決賽邁進 搞不好等一下 馬路 如果真的一個不小心把雷弄打死了 非函就快要 滅絕囉 兩邊其實在這個波5系列戰上面打的也是非常的激烈啊 上一場也是一言不合就直接換加 但是換加換起來看起來還是Nib 準備的更充足一點 第一時間出手然後 拆的也快 然後部隊的整體質量上面 也是比奎特還來的更好一點 再加上 公兵跑 溜的也夠多夠快 在6點鐘就直接重啟爐灶了 讓奎特有點 真是沒有辦法 慢性死亡 哎不要不要咆哮啊 我這三天都已經播了 40個小時 你還要我咆哮 你總不可能 我40個小時 每一分鐘每一秒都在咆哮吧 Creator如果會中文 然後走進這台 看他賭盤會不會也敲桌 可能會喔 他可能想說你們到底在幹什麼東西 阿吉會來看馬路嗎 有機會啊 我跟你講有機會的好不好 馬路是他的愛 都已經進 八強了 不看一下嗎 好前面兩邊都一樣是選擇個BS 然後Creator這邊鳳凰是壓的蠻早的 我 不接著 只要我 他不覺得 那NIP則是一樣 出到了兩隻先之劍 但 過去會不會直接撞在鳳凰的脸上 就要看一下了喔 欸啊撞在脸上了撞在臉上了 兩隻鳳凰追打這邊 RECODE都來不及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這個有算 有針對到 好不容易進到八強被阿西奶下去 他還沒有出手啊各位他可能只有看而已看應該不算出手吧 他的魔爪還沒有 伸出來 兩邊BS前面走完都各自下了VC 有機會回頭再把這些先知給抓掉嗎?那兩隻鳳王其實現在是外面喔 還是觀眾已經去叫季老師了 這麼快速的嗎 提醒季老師來支持自己的愛 好剛剛 不幸中的大幸啊家面只有一隻鳳凰而已所以 NIP這個先知劍還可以 逃出升天只能夠RECODE回家了 三隻鳳凰形成一個 小型的劍隊 找機會 找機會看看能不能抬一些工兵啊 NIP現在其實已經把蘇瑪追劣都放在家裡面就等你來 通通通在等你來 奎德這邊開礦是開得很快的 經濟現在也是由奎德來做領先啦 工兵數量直接來到了50隻 經濟一片看好 很有錢 欸這邊直接選擇RECODE了 好穩喔穩中穩 他一台鳳凰都不想掉 那NIP這邊則是要和前幾場一樣要來 喔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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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這是 46隻工兵要直接來壓這一波了 大量的閃追超級大量 這個追劣已經多到可能要50電池囉 直接上去硬點 把超級電池個點掉 第一時間直接拉出工兵來做防守 這波非常的危急他必須要撐過 這個臺命 他要守住這一波 但是後面家裡面操縱了 後面一個禁止鬼雷把所有的工兵全部 定在了原地沒有辦法採礦 看正面好像有機會能夠守住喔 這邊好像守住了 了嗎 守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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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把正在要傳的部隊也全部都吐了回去 但是剛剛經濟其實已經蠻傷的 但沒關係 主要是撐過了這個timing點 非常致命的一個timing 欸 瓦解了NIP的進攻 哇剛剛真的是 千軍一法 千軍一法 這樣子而言 NIP是陷入到一個科技是全面落後的一個 戰況啊 攻防落後然後 然後 什麼都沒有 現在NIP就只有 3000追了而已 那傀儡這邊則是有攻防 然後出門再提 等下聖堂文庫也有 等下有白球 還有步球者 什麼都有 好 剛剛主框被定到還以為 這個桌子真的是 圍在旦系 還好這沒有扛住 正面最強正面扛住了 這攻兵也是很關鍵 攻兵有拉出來如果攻兵沒拉可能 真的非常危險 那邊 兩邊互蹭 各11隻追劣 但是NIP的追劣好像看起來是多一點點喔 虎勒現在也不用擠啊 他現在是絕對攻防領先 他大可以等到這個二攻好 再往前壓也絕對OK的 那一對追劣在外面持續的來做控圖 慢慢的往外走囉 鳳凰這邊還在裡面抬 持續的擴大自己的經濟 優勢 四框這邊都點下去了 哇這個三隻追劣點 這個鳳凰真的是要點很久 鳳凰來得及跑嗎 鳳凰睡著了 誰抓誰 你要確定 這邊追劣超多的 喔但是狂戰士想要壁咚 壁咚 不讓你走 喔不朽也來了 要把你所有部隊留在這裡上面開了盾 直接關廁所 蓋布袋 孔戰士也把上面的追劣砍得七昏八速了 吃掉大量的部隊 看起來這一局 Creator 要拿下囉 這邊優勢非常的巨大 超過30人口的部隊領先 部隊集結 兵力集結這邊要直接來對 尼姆的施況 來發難了 尼姆自己覺得 部隊真的差太多了 打出GG剛剛Creator 非常的振奮啊 這局也是贏得漂亮 強行BO1 叫了叫了叫了但是我們賭盤選項沒有叫了這個選項 我們只有 哭了個垂桌子我們沒有叫了 可以自己點鼓勵 這局的確是非常的 千鈞一把但是也贏得非常的帥 難道那三隻鳳凰不飛手就是為了 為了放這一 放這一招 他都已經想好了 我就是把你所有的部隊留在外面 太神了吧 奎特 這邊也是帶到剛剛最關鍵的 NIP是打算在這一波直接 接近半ALL IN式的大量追劣直接想要 贏一下這場比賽但 奎特也是第一時間反應很快拉出個礦的工兵 這邊加上鳳凰的防守 是成功的守住NIP的那個 那一波的進攻 這一邊 不讓NIP的部隊走也是 非常非常關鍵 把NIP大量所有幾乎全部的追劣 都留在了這個點位上面 從這一刻開始基本上這一局 真的是穩超勝券 那邊呢 情緒到位了 有有有有情緒到位了情緒到位了 贏了不會敲桌吧 贏了也要敲桌這個桌子到底是情何以堪 不過說真的這個2-3如果這一局在打的難分難死然後輸掉的情況底下搞不好真的會敲喔 情緒真的到位了好不好 只差最後一集 真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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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這局結束敲桌這張盤怎麼開啊 敲桌一定是優先開啊 這個選項不是血了嗎 優先 開的順序就是 酷 然後再來就是敲桌然後才是開剩下的比分 雙方的點位這邊2點中的是Nib然後8點中藍色的是Creator 聊天室全部人的希望都寄託在 呃要說這兩個人身上嗎 應該也是沒有錯的 寄託在 Creat的情緒反應身上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有超過一半的人要下選項1啊 哼哼 太過分了吧 哎唷 有了情緒來了情緒來了 欸 我讀懂我剛剛讀懂他的唇語了他的唇語就是what the f 對不對 呵呵 弓兵 弓兵直接被咬了 哇這樣前面少一隻弓兵其實在前期還 真的蠻尷尬的因為那個第1隻弓兵基本上就是要看你前面那個兵員到底是出了什麼 單位啊所以你的第1隻弓兵在掉的情況底下你就會陷入到一個偵察 第一時間偵察非常被動的一個局面 這邊只看到一個兵營啊但是後面其實兩邊是 兩邊是接近差不多只是NIP的礦區是先放下去了 一樣是個VS那就看一下Creat這邊的VS要出什麼呢 喔一樣是限制劍 限制隊出 好狂戰士走上來 也是彌補一下前面的偵察啦 然後回了這邊只是把口給堵起來了 好看到對面第1隻出先知後面壓鳳凰這邊都看在眼裡 叫是往上飄 唉唷好像被限制劍直接給戳掉了前面死了 死了一隻 一隻狂戰跟一隻教室 這邊也差不多 那NIP的礦區就是因為比較早所以現在還是比較率先的開始營運了 先知帶鳳凰凰可以說是在保護這隻先知劍啦但是NIP這邊則是一隻先知要直接要突入 電池這邊都準備好了所以也沒有太多的 這隻先知劍的機會 哎呀兩隻鳳凰來得及recall嗎應該可以 好走了 啊保存到這隻先知劍也是非常關鍵的 這先知劍太重要了 喔那Creat可以抓到NIP這隻先知嗎 我們也沒辦法 NIP這邊是兩個VS在爆鳳凰啊要走一個空軍 要開始海鳳凰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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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可能有點尷尬 主要是Creator不知道啊 兩隻先知進去可能就有感覺了 好這邊看第二個VS 那懂了那懂了那懂了 先進來戳這個先知可能就不要回家了吧就硬戳了吧 能戳多少算多少現在 6隻 7隻8隻9隻 因為等一下死攻兵的可能要換成Creator了因為這位鳳凰真的太多了 14隻其實 戳的還可以喔 但是等一下怎麼辦等一下要面對到 茫茫多的鳳凰海 這邊趕快補兵營要用閃線追雷來應戰 但是追雷點這個鳳凰其實速度是很慢的啊 喔喔喔喔喔喔 喔剛剛Creator天天有死耶 我不知道他剛剛在下什麼咒語 這邊閃線還沒有好 進來馬上就要抬一波攻兵了 這是剛剛講的現在這個鳳凰數量已經 多到 有點難應付 所以的確啊剛剛就是能夠殺多少就殺多少 欸惡況這裡 空兵往右拉空兵往右拉 好好好 欸禁制鬼雷 有反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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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這邊三開 來 這三開也是因應到對面 在海鳳凰這個局面啊所以 只有礦軍 是也沒有辦法對你的礦區 攻兵以外的東西去施加壓力的 所以趕快迅速的把這個三開開出來 自己還蓋一個水塔干擾對面三開 你還在續鳳凰 好像續的差不多了 要直接稍微轉回一點地面 害出不休者 那奎德這邊的 部隊組成者是大量的 閃現追烈 這攻兵速因為剛剛鳳凰的關係啊所以 有點跟不太上沒關係他三況先好了 追補攻兵速量的速度其實也是很快 應該可以很快的把這攻兵速給追回來 但問題點是 這個鳳凰還會進來殺一圈啦 所以你等一下可能還是會再多11波攻兵 涅布這邊三況還沒有開喔 涅布到現在才在升空間之門 九隻鳳凰一隻最烈跟一隻不休者 涅布這邊打的是要比較被動啊開始提著這個一攻 把兵移速量給補起來 涅布這三況還是開了 那就看一下 在中間 中間這個鳳凰能不能夠還 抓得到Creator的攻兵啊 追裂第一時間跳上去 但是連一台鳳凰都沒有辦法帶走 涅布再去不休了喔 不休速上去來到了三隻喔 我覺得對Creator來講 等一下這個正面可能會是一個問題 下了聖堂文庫 哇還升這個空軍一攻喔 哇塞 好兇耶 看起來葵頭應該是要走一個 衝鋒狂搭配白球 大量的地面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那的確 以正面來說 這個鳳凰不休也是蠻尷尬的 因為這個白球就是 God 好白球可以開始刷了 開始核球 然後一攻好 四況開起來 兩邊都還在進行一個 營運的局面 中間需要過渡東西比較多一點 這邊二攻也是馬不停蹄的按下去啊 葵頭這裡 等一下是我絕對的攻防上的領先 哇這涅布這邊也有球 涅布這邊也有球 好看了一眼 這邊打的也算很小心很聰明啊 偵查了一下 涅布的鳳凰到了中期之後就沒怎麼出門了 持續的停留在自己的家門口 才剛講完他就飛出去了 虧的兵的數量好像補了很多很多啊 好飛過來一個反饋可以 家裡面竟然還有流高階成長武士就是專門來反饋這些鳳凰的 可以喔 哇 你不要轉出巨像啊 哇剛剛那個幻象進來竟然沒有看到這個VP是怎樣 我還以為已經看到了 來上去抓鳳凰 好又抓了一台 但是這個去向可能是一個驚喜喔 歸特二攻已經好了 是不是要打這個二攻的一波 白球開始合了 法人口直接補到最高的上限 一百八 等下就要兩百了 礦區都有開出來 兩百兩口兩百兩口了 這是葵者這邊重新集結 把輸入的部隊放在家裡面 看起來好像還是沒有要擠著A 應該是要把兵分成了兩邊 然後騰一下人口這邊再做 為後續做準備啊 終於還是把VB跟VR放下去了 出兩隻巨像後開始跳球 我是NIP這裡 中間這邊要直接打嗎 追的全部被抬起來被留住了 好像不得不交戰 來右邊這邊也走了一個白球 哇但是這個巨像騷狂 那是很快啊 葵者 要打得再更小心一點 走上去想要換這邊 這邊發現到一個烈光球 這邊有超級電池 超級電池把追力都給炸沒了 哇這一波葵者直接掉了50人口 好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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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波兵全部都直接送沒了 前面是有存款但是 葵者需要時間 有兩顆球在照 應該還是可以很快速的把這200個蓄出來沒有問題 但是等一下這個會在 終究還是要看球的發揮 這球有問題點啊 對面有鳳凰可以抬啊 你沒有啊 葵者 你沒有啊 而且對面不朽很多啊 對面這個 這面看起來非常異常兇猛 直接七門踏戶走了上來 開始殺弓兵 這邊白球在後面 開始把對面的狂乃斯給摸光 一發烈光球 這邊炸 還好只炸到 兩顆白球的身上而已 好啊直接來包夾 要關起來 關廁所 狂乃斯全部貼了上去 對面的烈光球砸出來 但是沒有能夠砸到 白球全部都貼在 利伯的部隊臉上看起來 利伯這波這邊感覺好像又被拳刺喔 一個recall 但是部隊已經死傷大半 葵者這邊非常的振奮 他到底是敲了桌子還是跳起來 我也看不太懂 趁勝追擊 趁勝追擊 所有部隊直接 總攻擊 往前一衝 覺得自己吃了大量的部隊 又是非常的大 但是對面還有三顆烈光球啊 喂 這邊還有四顆球 虧了這邊還是要乘著 乘著冷靜的應對 一個球 炸了五隻狂戰士 再一個球 但是被對面的瘋狂給抬了起來 大量的白球直接貼在臉上 哇 炸了出來 把利伯說的烈光球各個炸沒了 這時候 追列直接往上一跳 沒有能夠擊殺對方的烈光球 這是沒有關係 把剩下所有的部隊都給吃光了 葵者這邊有 將近43人口的領先 這邊還 幫自己擊掌一下 不知道什麼意思 這邊非常的振奮 你們最終 打出了 GG Oh my god 太開心了 葵者 贏得非常非常的驚險啊 在第一波打完 上市掉50人口的情況底下 都不禁為葵者捏了一把冷汗啊 以為NIP這一波 壓在礦區裡面 甚至要直接把對方給帶走了 那葵者沉著冷靜的應對 把自己的兵 散成一個超大的散型 超大的圓形 把NIP所有的阻力團團包圍 完美的 大贏了那個會戰 奠定了這個強行B1最後的勝利 怎麼辦兩位是各位 現在唯一的選項就是 他在這個幾十秒鐘之內 鏡頭要帶到 他已經哭了 但是他看起來就come down了 他看起來就冷靜了 他看起來哭不出來了 看來我們只能 開比分了嗎 他看起來是屬於一個超級亢奮的一個狀態 他看起來 可以啊 可以啊 敲現在敲還不止 沒有鏡頭啦 敲不出來啦 情緒的巔峰已經過了 沒得敲啦 我看一下剛剛到底這個 這個盤 對不對 你看有56% 16.6萬的給我2B全部都下在垂桌子身上 OMG 那有多少人 下3比2 Creator贏呢 只有 只有7個人 只有7個人下Creator3比2贏 1賠17.07 OMG OMG 雞龍海嘯啊 只有6%的 6%的投注 切翻啦 喔這個波舞也是真的是 就跟 賭盤上面寫的呀 驚險萬分 真是驚險萬分 哇你看這個最後的包夾 包成了一個圓啊 然後躲掉那個致命的烈光球 所有白球都執行到完美的輸出 把尼本的部隊 殲面帶緊 哇 他的表情非常的激動 但是他就是沒有敲桌子 哈哈哈 哈哈 啊 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3比2 開盤 噴淺啦各位 會戰全靠喉 戰吼啊 喉起來 再發動一波攻擊 直接帶走 下次賭盤一定要有個叫的選項 今天還有機會開啊 今天因為奎特贏了嘛 所以 還有奎特盤可以開啊 在4強的下半部 哎呦尼姆這邊很可惜 他其實我剛剛 還趁休息的中間去看一下 他近幾年的 成績啊 他其實最好的一次是在 2020跟2021那個賽季啊 Dreamhack的Winter 是打到了前4強啊 4強 但是在這之後包含去年的一整年 他其實都沒有一個 太出色的表現啊 通常都在最好在12強 就已經止步了 那這次 瓦倫西亞呢 他也是一路 走到了8強 甚至差一點 直接挺進到了準決賽 但 終究 是被我們這個正面最強 CREATOR 給擋了下來 哎呀 夠激烈 跟上一場這個ZBZ完全形成了一個強烈的鮮明的對比 哎 一片島 與難分難捨 哎 8強 4個韓國人 只有3個 挺進到了準決賽 淘汰掉了3個非函 最後一場的8強 只是要把這個鏡頭的焦點 放在這個馬路 跟雷諾 這兩個人的身上啊 下一次賭板 垂砸 叫摔掉 那要有一個先後順序耶 那你要有一個優先開的選項是 最嚴重的一個情況 好啦各位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還沒吃完吃飯趕快去把晚餐吃一吃對不對 我們 待會 馬路對上雷諾這場重頭戲 攸關這個 冠軍 究竟是不是韓國人的 就要看一下等一下的 8強最後一個8強的波舞 這邊中間稍微休息一下待會精彩比賽千萬不要錯過馬上回來 稍微休息一下 在這兒 現在關這個